完了完了 沒有大法羅 沒錄到 沒有大法羅沒有吃 海鑫 海鑫的話 那海鑫很多對不對 那就會把珊瑚破壞得很厲害 海鑫會吃完破壞珊瑚 一物客一物都有它 用來平衡的一個方式 所以 沒有說什麼東西絕對是必要 或是不必要 因為它所有東西都有它 存在的意義跟價值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看到那隻蛇吃青蛙 我們也不能去干涉它 那等我們整個夜間觀察 我要回來的時候 剛開始 那個蛇還沒有把它吞下去 因為那隻蛇比較小 那個青蛙太大比較大 但還是會想把它吞下去 可是我們回來的時候 青蛙已經不動了 我們去的時候 青蛙腳還在動 還沒有吞完 已經斷氣了 但是它是它食物 它已經要吃了 假如你救了青蛙 蛇吃就沒東西吃 蛇就沒東西吃 我告訴你 像我們剛剛講 不是那個 我們青類不是會吃蛇嗎 對不對 它也是一種自然的融蟹 我告訴你 我們以前在 我在受訓的時候 那個地方 有那個 就是有這種生物嘛 我們就聽到 那個青蛙在大叫 我們就去看 就看到你剛剛說的 蛇吃青蛙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我們沒有干涉蛇吃青蛙 但是我們人把蛇抓起來 把蛇給剥了皮 然後交給我 我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煮蛇湯 加姜下去 你在哪裡啊 那時候我還沒吃素 那時候還沒吃素 上次還跟我講 吃全素 他們就把那隻蛇 那隻蛇 把皮剥了 我看到它們剥了皮 然後把那個 蛇還在動 哦 交給我 要切 哎呀 很困難 像我們在福山 假如有遊客跟我們講說 那邊有一隻蛇 那我們就會請我們的圓丁 拿一個長的夾子 然後把它夾起來 然後送到山裡面去 因為 它自然 野外就是它蛇的家 對啊 它今天蛇跑到我們家 那我們為了保衛自己 把他打死 還有一點話講 那現在我們跑到人家家 把人家打死 就有點不太強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人搞不清楚是有毒 或者是沒有毒的蛇 所以他分不清楚毒蛇有毒 他就害怕 一害怕就不管有毒沒毒 全部會被打死 像這邊 像這邊有一隻蛇 你看地上有一隻青的蛇 上面有一隻 嗯 也是 青竹絲 在哪裡 你看地上有一個綠色的蛇 上面有一個綠色的蛇 上面有一個綠色的蛇 那 有一隻 頭哪一隻是比較尖的 你們看一下頭哪一隻比較尖的 這樹上的是三角的 它是青竹絲 那頭是比較椭圓的 是青蛇 那很多人搞不青蛇 青竹絲是赤尾儀嗎 對赤尾 它尾巴是有紅的 它尾巴有紅的 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他只看到綠色的 他搞不清楚是有毒沒有毒 他會趕快把它打死 所以青竹絲不是每一隻都 青竹絲是有毒的 可是你看兩隻是不是很像 對 很像 不一樣的 那下面那隻是完全沒有毒的 就是白蛇傳裡面的青蛇 那小青 像學生修學老師有時候 真倒楣 抓一隻青蛇 就放在脖子上 那人家以為它是玩具 誰會把蛇放到脖子上 那沒有毒的叫是玩具 青蛇 青蛇 然後它就說玩具 它要借你玩 最後那個人一放在脖子上 就動 然後會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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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實際上是說它怕你 我們的體型根本不是它吃的對象 所以它看到我們嚇都嚇死了 但是它有毒的人 它就比較 有毒的時候它比較有視無法紅 所以它會彈起來 折 折性 然後對著你 對不對 沒有毒的時候它看你嚇都嚇死了 有的時候一兩公尺長的蛇 我們隊伍經過帶隊爬升爬的時 常常看到蛇嚇到從散步上掉下來 然後一流一流的跑掉 所以對它來講它很害怕 不是我們怕它 它也很怕我 非常怕 有的時候他們攻擊人類 因為講這話 人吃蛇的機會比較多 蛇吃人的機會其實 沒有 台灣也沒有那種大麻糬 所以它之所以會咬你的 是因為它擔心你欺負它 所以它才反口一咬 但是它這麼逃之夭夭 盡量不要被你看到 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海洋 現在就進到河口 河口我們台灣最有名的就是水鼻子 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剛才講過說 我們一般來講開瓜結果 開瓜結果之後 果汁噴頭下來了 可是因為它是兩地方 潮進潮落 潮漲潮落 所以這地方是一個很不安定的地方 它很怕它的小孩 不容易存活 所以它就在它的 就是讓它掉落下來 而讓它繼續長成一胎生苗 可是它長的樣子像一個頂 重心在下面 所以它很自然的 就會插到泥土裡面 那假如萬一它被水流帶著的話 它很容易斜著插進水裡去 所以這是它一個生存方式 另外一個它生存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的地方就是 你把水進水出過也會比較多 所以它就會你看它通常會長很多的 根就會分上 讓我們把它的穩定 穩定住 另外它的水裡面有緣分 對它來講 我們人不能吃太鹹 對樹來講 我們不能吃太鹹 對樹來講 所以它的葉子會有分泌 比如說它會把那個魚 分泌出去的狀態 分解一下 對 它會把這個要掉落 它不是這種像我們要整進去 這樣換葉子的 整個脫落的葉子 它不是脫葉 但它就是利用一些要掉落的舊葉子 就把它帶走 把它帶走 對 然後我們看起來好像是沒有用的地 其實是非常有經濟價值的地方 譬如說它這邊有很多魚蝦貝類 那魚蝦貝類就會吸引一些水鳥過來 對不對 按照大事來講的話 這些都適合 也沒嚇我 對啊我嚇一跳 然後這邊也有很多螃蟹 就是以前我們走過從 黃樹林到淡樹林吧 這樣就可以看到 這是朝蟹 還有提前蟹 也有不同的螃蟹 像這個叫做冰蟹 我們也叫河上蟹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說 螃蟹的話就是橫著走 因為它是圓的 所以四方都可以講 而且你在沙灘上看到它的時候 幾乎是千軍萬 這樣過去 大隊人嘛 群體對著 很多很多兵蟹的兵 當兵的兵 因為它是和上蟹 叫和上蟹 和上蟹比較好記 因為光度多人 和上蟹 然後你到那邊海邊去的時候 就會看到很多這種洞 對不對 對 對它的洞 我是沒有聽過 我的朋友跟我講 就是他們要拍螃蟹 他們就不能動 因為你一動它就躲進去 你要不動到它以為沒有其他人在這邊 然後它就會出來 然後這樣朝的時候它都躲進洞裡面去 把蓋子蓋起來對不對 那朝一退的時候它就會坐 運動 還有氣 很有氣 很聞 咦它怎麼會把那個洞蓋下 怎麼蓋 它就會 等於說它可能塗一些黏液綁 對不對 它不是剎就會變成可以砸 可以這樣蓋よね 可照蓋起它 那一些答案正不正確 最強的去變成變性 是這樣的 其實他們說木瓜書也會 木瓜書他們說 可是我問你 聽說是公的 然後他們在他們砍一刀 或者是怎樣 打個釘子 對 聽說 他就違記意識 所以他就變成變性的 那一隻是怎麼產生的 他怎麼會知道我最強 那我變 在關於這個有沒有文獻 很妙對不對 很好可以研究 是 他們弄擂台了 打擂台 看擂支跑得最快 這個可以去研究 那麼多 只有一工的 都是木啊 他們一二三 跑跑跑看 看誰跑在這兒看 投票投票 誰 來了 零 零 手機沒開 我手機放在家 他們就說綠蜥龜也是這樣 綠蜥龜的話 他產的路上 誤決定 趕快來繼續聽啊 繼續聽 哎 沒辦法了 哎